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金黄酥脆的鸡排是台湾人其美食之一,但今年鸡肉价格上扬,不少鸡排业者纷纷涨价,过去一片卖50元的鸡排,现在甚至要花80元才能买到,价格几乎等于一个鸡排便当,丈夫也让许多网友大叹吃不下去。 据三立新闻网报道,一人相赢的妈妈开的鸡排店从50元涨到55元,一人nano经营的鸡排店生意相当好,但原味鸡排也从70元涨到75元,而其他知名连锁鸡排店泰克鸡排也从60元涨价到65元,强调后又多致的恶魔鸡排涨更多,一片鸡排甚至从70元一口气涨到80元。 相关新闻被转贴到PTT也引起热烈讨论,不少网友感叹吃不下去,纷纷留言真的太贵了吧。 干脆吃鸡排便当好笑的是,物料都没涨为啥鸡肉会飙涨,好笑的是现在涨一波之后鸡肉下跌的时候也不会调降,80都能买便当了。 吃什么鸡排,吃不饱又不健康,以后发鸡排可能要改成发锅贴或是花之丸了,好怀念小时候一片35的年代。 还有网友回文,说到这个就很X,去年猪肉也是长很凶,所以一些排骨饭价格都长很大。 最近猪价跌了,而且跌很大,X的便当店都装死死不降价,问他们也是理由一堆。